嗨,大家好,我是莎莎 上一个视频我不是去买了一个电视机吗 然后有一些小伙伴就评论我私信 问我为什么不直接在网上面买 或者买小米 或者又在内地订好,然后急运回来 其实我也想买小米 首先我在香港的小米官网上搜 暂时还没有看到小米的电视机 所以我就没有买到小米 然后还有一些小伙伴说 为什么不在内地接运过来 而且好便宜 还有说65寸才2000多或者3000多 好了,现在我实操一下给大家看 首先我说一下这个鸡顶盒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其他国家的一些节目啊,新闻啊,还有很多芯片都是直接上演的,然后你一按进去是不需要钱的。 然后呢,这个就是看电视的,这个看电影电视剧,它电视我按进去。 看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频道,我们内地的也可以看得到。 接下来呢,就是说电视了,因为它电视呢,可以直接上YouTube,就是有广。 就是我想在上面搜索哪一个达人的片呢,我就直接可以按出来看了。 看很多,还有一些小孩子的一些学英语啊,反正能在YouTube上面搜索得到,就可以直接在电视上面看了。 舒服很多,不用对着电脑。 然后还可以语音。 我买的这个牌子呢,是国产的TCL,在街上面也经常看得到它的存在。 而且呢,它的功能挺齐全的,然后像素也挺不错的,价格也非常的实惠。 那些日本机呢,价格就比较偏高一些,但我觉得电子产品嘛,够用,实用就OK了。 然后机领盒呢,我就用的是安博科技,好像也是我们内地的。 但是呢,来到这边呢,可以看到很多东西。 啊,对了,就是说,有几个网友评论我说,为什么你们还买电视机? 电视机都要快被淘汰了,我们都不看了。 但我觉得现在电视机很实用,很多东西玩。 电视连着一些游戏电子产品也挺好玩的。 好啦,如果你喜欢我这期的分享,记得关注。 拜拜!